鼓励亲子摆脱3C玩积木培养情感并发挥组装创意 中华视听传播基金会在大理还有太平推动亲子乐高公益活动 以乐高积木堆高比赛和创意造型竞赛为主 有不少亲子组队参赛体验积木的做中学乐趣 大小朋友拿起乐高积木不断堆高 这是一场比较竞赛 不知考验组装功力也得有默契 才能在时间内达成证悟 亲子乐高公益活动已施到大理及太平举办 也吸引不少在地亲子组队挑战 而且用我们自己共创的方式 一个是比高度 比高度就是让孩子跟家长 因为小朋友的高度像我们最高是285公分 家长没那么高吧 小孩可以透过这个高度 由爸爸跟妈妈还有小孩一起玩 就是衔接的那个小手 大手跟小手一起拼出一个大世界 这场赛事除了有堆高比赛 也加注创意造型竞赛 鼓励小朋友发挥创意 起发无感统合 并从中体验积木的做中学乐趣 自己组很无聊 比较好玩 我们做那个乐高的立体的字 那个小孩的创意跟爸爸一起 因为那个创意不是小朋友的创意 他是要跟爸爸一起讨论出来 然后再拼出那样子的一个画面 然后那样子一个就是机体的结构出来 所以很特别很好玩的 每场竞赛长达两个小时 不仅让亲子摆脱了3C 从中也能培养情感 训练小朋友的技术发展 也为大小朋友的周末时光 注入满满的创造力及互动乐趣 这铃铛话台中采访不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